嗨 大家好 我是Luke 歡迎回到Luke帶你Luke 前一陣子我剛好有機會回去日本 我的母校文化服裝學院 參加他們100週年的紀念服裝秀 那我就在想我之前有介紹過我在英國留學的經驗 那這次呢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日本留學的一些內容吧 那如果你剛好對這間學生有一些興趣啊 或者是你也剛好想去日本留學 可以看看我的分享參考一下囉 如果你對服裝或者是時尚很有興趣 拜託拜託 別忘了先訂閱我的頻道 我還會講很多跟服裝相關的故事或者是知識喔 為什麼選擇到日本念書 其實是因為一開始我在英國念書嘛 那他們的教育方式會屬於比較就是 放任你自由發展 然後比較引導式概念式 那日本的部分會比較 針對性比較實務操作的部分會教你比較多 那當初由於我是跨領域 我本來在台灣念的是哲學系 我沒有設計或者是製作這方面的技能 所以呢我後來就決定到日本去念書 主要是因為日本會比較紮實的教你一些實際的技能 那當然還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日本 跟日本的文化 那對於日本時尚當中有許多的比較非主流的東西 有許許多次文化的部分 我覺得也是非常的有趣 所以呢這是為什麼我決定要去日本念書的原因 那日本文化服裝學院通常在所謂的設計學校排行榜 通常都是在比較前面的位置 那最高也曾經有到第二名 那比較低的時候大概也是在10名或15名左右 在上上下要晃來晃去 那我個人是覺得這個排行榜 其實也不要太迷信它的就是標準啦 因為我之前念的LCF 倫敦時尚學院也是在通常都會在前幾名那邊晃來晃去 那我個人會覺得他們的教學方式就相差非常的多 那它可以帶給我的收穫也不一樣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與其去迷信那個排行榜 不如多聽聽曾經在那個學校就讀的 學長姐們的一些經驗 那選擇比較適合你自己的教學方式的學校 或者是那個國家的一些生活習慣啊等等的 我覺得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有關於日本跟歐美對於服裝的審美觀 其實剛剛有提到過就是日本有比較多的所謂的次文化的群體 那他們會發展出屬於他們自己的服裝風格 舉例來說像元素的DECO啦或者是蘿莉塔 又或者是他們有很大的一個群體是和服的群體 這些群體呢是你在東京或者是在一些社群網路上面 會經常看到他們出現的 那在整個社會氣氛底下由於它的大眾媒體 經常會去宣導或者是會去採訪像這樣子的群體 因此呢大家對這些 次文化的服裝群體通常都會有一定的認知 所以呢基本上在日本的接受度都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我們常說日本人就是都不能夠跟別人不一樣 但那是僅止於就是你想要當一個正常人的時候 當你一開始就是以比較不一樣的方式出現在大家面前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意外意外他們的接受度其實是很高的 那在英國則比較相反喔 在英國果然還是大家比較傾向於主流的服裝文化 比如說高級服裝品牌或者是快時尚品牌 基本上還是集中在這兩個當中 那偶爾有一些次文化比如說像是龐克啊 或者是一些像是喜歡古著的人 他們通常會真的就是非常的少 而且只集中在比如說像是Shortage啊之類的 一些比較特定的區域 文化服裝學院創立於1923年 也就是日本的大正時代 那到了1936年他才正式改名為文化服裝學院 那一開始呢他只是一個女性專門的裁縫學校 那在後來呢慢慢的慢慢的擴展成為了 可以說是全亞洲最知名的一個服裝設計學院之一 那他很有名的就是他發明了這個叫做文化圓形 的一個基本的衣服的版型哦 那從這個基本的版型當中呢 可以去改變跟擴板去改出各種不同的服裝 可能是所有的衣服的一個原型哦 那這個原型是非常符合我們亞洲人的體型 也是專門為亞洲人所打出的一個版型 也因此呢在歐美的一些高級時尚品牌 他們在整打版式的時候 經常也都會留有就是專門給會打這個文化式版型的打版式哦 那另外呢其他亞洲比如說像台灣或者其他地方的 這些服裝設計師或者是一些學校 很多很多的老師也都是從文化畢業 然後並且呢從那邊學了一些東西回來的 文化服裝學院不是像大家想的就進去就只有學 就是服裝設計 他還有許多比較專精的科系 舉例來說他有資品科 就是他可以從一開始的布怎麼樣子去製造 從這邊去學習其他的技術 或者一些染印啊怎麼樣子去印上面的圖案啊什麼之類 那另外他也有編織科 或者是專門針對包包 或者是鞋子這樣子的科系 那除了這些有做設計的科系之外 另外他還有流通科哦 那所謂的流通科就是 這些被製造好的衣服 怎麼樣子流通到市場去 這樣子的相關的一些科系 舉例來說他有服裝經營科 然後也有服裝造型科 就是我所就讀的服裝造型科 那另外呢他也有服裝媒體科哦 那所謂的媒體科就是比如說怎麼去經營社區媒體 或者是怎麼樣子 以一個時尚編輯的角度來看 這些服裝 這樣子的科系也是存在的 那另外文化服裝學院也有許多知名的校友 比如說之前才剛過世的高田賢三 Kenzel他的創始人 又或者是山本耀司 跟高橋盾或者是渡邊城野等人 還有一個在台灣知名度比較沒有那麼高的是 之前我在日本台有播出過 蜜子的洋裝店這齣戲 那他裡面的角色這個所謂的三姐妹哦 他角色的圓形 小條順子小姐也是我們學校的畢業的校園 那文化服裝學院的教學方式 我覺得是非常的扎實啊 非常適合像我這種就是連設計啊 跟實際啊 車衣服的經驗都沒有的人去那邊學習 那他的教學方式 其實由於台灣的服裝教學 大致上也是從日本文化服裝學院過來的比較多哦 所以其實你如果有去像 實踐的推廣部上過課的話 其實他們上課的方式跟日本文化 其實是還蠻接近的 那那邊的老師呢 基本上教學方式都非常的扎實 那也還蠻熱心的 如果你有什麼特別想要多學的 你特別的積極進取 那那邊的老師呢 也其實也還蠻願意 多教給你很多 他沒有在上課教的東西哦 那另外呢 差異比較大的 比較是硬體上面的部分 跟一些資源的方面吧 那日本呢 畢竟是一個比較 市場比較大的一個國家 所以呢 他們會有比較多 舉例來說 會有比如說像Fendi啊 Gucci啊 會在那邊開一些 比如說製作的一些比賽 那你就有機會 可以去參加那邊的比賽 那如果得名了 很有可能就這麼的 被這些大公司挖角 你就去歐洲工作也說不定 那硬體方面 真的就是有比較大的差異哦 那他們在學校裡面 就有工廠等級的 就是燙襯機 或者是自動割板的機器啊 那另外就算是他們的那個平車啊 就是工業用的平車 也比台灣的高級上許多哦 那要怎麼樣入學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哦 不需要去找什麼代辦中心哦 因為日本文化服裝學院 它在台灣有屬於它自己的 就是辦事處 所以你可以直接去跟那邊 索取所有中文的資料 或者是不管你在申請的過程當中 有任何的問題 他們都可以幫你申請 那以至於最後的Visa的辦理 他們也會幫你做辦理 其實是非常的方便 那面試的部分 也可以在台灣面試 那他們會從日本派的老師過來 直接跟你面試哦 那面試的內容其實也蠻簡單的 大概就是基本測測你的一些日文能力 跟直接面試哦 那面試大概就是問一些大災問 就是為什麼想要來念我們學校啊 那對我們學校有什麼樣的看法啊 之類的這些很簡單的問題 那有關於畢業之後的出路 當然除了就是回來台灣就業之外 想必有很多人是想要留在日本的哦 那留學生要留在那邊工作 說實在的的確就是稍微比較困難一些 那如果你在台灣有大學畢業的證書的話 則會稍微再簡單一點點哦 因為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有台灣畢業的大學證書的話 你可以在那邊做一些 比如說像是服裝店的員工 或者是一些服飾品牌裡面的一些企劃 或者是一些行政 那這一些職位呢 在日本政府的要求下 都需要有大學以上的學位 那這些服裝公司會以翻譯這樣子的名義 替你申請工作的Visa哦 所以呢 那以日本政府規定來說 就是你至少要有大學畢業以上的學歷 你才可以去做這樣子的工作 那你如果沒有大學以上的學歷呢 直接是從文化服裝學院畢業的話 則必須要做完全跟你所學的 是貼近的這樣子的工作 那所以 像是服裝設計科系的人 有很多人就會去做一些品牌的打板師 或者是工廠管理商品管理這樣子的一個職位 那服裝造型 像我的服裝造型性科系的留學生呢 則比較困難一些哦 因為服裝造型師在日本基本上是屬於失足制的 你還是要去跟一個老師 那這些老師們呢 通常都是自由個體戶 所以呢 他們通常沒有一個公司哦 那沒有公司的情況下 就非常難幫你去申請一個 就是就職的Visa 所以這方面是比較困難一些的 那當然也有一些同學 在畢業之後去從事了一個比較特殊的行業 舉例來說 像有同學在校的時候 由於做服裝秀的時候 有接觸到了音樂的編輯 影像的編輯 甚至是舞台的燈光 所以我有同學去了燈光公司做燈光師哦 那也有同學因為喜歡影像 或者是喜歡音樂 後來去當了DJ 或者是去當了一些影像編輯的人員 這樣也是有的 那我會推薦到日本文化服裝學院念書 有三個點哦 第一個呢 畢竟它還是離台灣比較近 那它跟台灣的文化落差也比較小 所以呢 你的生活各方面上面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你可以有更多的精力 在交朋友啊 還有就種在你的學業上面 那第二個是它的留學費用 也比起歐美國家來的便宜一些 根據我那個時候的經驗 剛入學的第一次繳學費會稍微比較貴一點 大概是日幣100萬左右 那大概是台幣30萬左右 那之後的每個學期大概都是日幣30萬上下 大概是台幣接近10萬左右這樣子的金額 但是呢 我之前去倫敦念書的時候呢 一個學期就大概要50萬台幣哦 所以呢這個價錢落差其實還蠻大的 那第三個呢 則是我覺得日本有比較多的次文化 還有一些歐美國家大多數的服裝品牌的展覽 或者是一些藝術的展覽 只要有巡迴到亞洲 基本上都會到日本去展出哦 所以因此你可以在日本同時獲得 東方跟西方的許許多多 呃比較特殊的刺激 我覺得呢是對 呃創作是非常好的 那如果想念日本文化服裝學院 我個人會有兩個建議 第一個是日文的程度真的不能夠太差哦 那他們基本上是 日本語能力檢定NN2以上就可以去念了 但除了N2之外我個人會覺得 你還必須要去多攝取一些有關於 日本語流行文化的一些東西會比較好 舉例來說去看一些日劇 或者是看一些日本的綜藝節目 或許都會是一些有幫助的 那這不僅僅是在你交朋友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 那另外還有就是你在上課啊 或者是搜尋一些資料的時候 也會比較順利 那第二個呢 我個人是認為是必須要去 稍微放寬你對於時尚的一些刻板印象哦 那因為在日本除了 呃所謂的高級服裝 高級時尚之外 他們有非常多的次文化跟古著文化 那在文化服裝學院裡面的學生 應該有大概至少一半以上 都是對於這一方面的東西 比較著迷的學生哦 那我有碰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是有一些留學生 去到那邊看他們都在做這些東西 就會覺得說哎呀 他們都在做一些不高級 有點爛爛的東西 就會瞧不起人家哦 但是呃 事實上是這些所謂的次文化的東西 都或多或少的有影響到 高級時尚的文化存在 所以呢 難得去到日本去到文化服裝學院 最好是把自己對於時尚的一些 呃 定義稍微放寬一點 那多接受一些東西 我覺得對於未來的創造啊 跟設計概念都會比較好 好的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哦 那總而言之我覺得文化服裝學院 真的是一個非常紮實的學校 你可以在那邊學到很多的東西哦 那另外呢 由於他們每年畢業的時候 都會有服裝走秀 所以你也可以在那邊接觸到自己 辦一個服裝秀 這樣子一些很難得的經驗 都可以在這個學校獲得 那也有很多不同的刺激哦 那如果呢 時間倒轉回十幾年前的話呢 我可能還是會願意去念這個學校哦 只是我可能會先去日本的文化服裝學院 再去英國念書 這樣子的順序可能呢 會比我本來的方式哦 還要再順利一些哦 那在開頭我有提到我回母校 去看他一百週年的 紀念的服裝秀哦 那下一集呢 我們就會帶大家飛到東京 去看看文化服裝學院這間學校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學校 然後呢也順便看看他一百週年的紀念服裝秀哦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在下面留下你的感想 然後還有按讚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跟別忘了把這部影片分享給你所有 想要去日本留學的朋友們哦 我們下次見 拜拜